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打造更具竞争力 更具特色的邻里中心 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今年3月成立了邻里企业中心 率先在红帽桥物落展开计划 对于人们在熟悉不过的邻里中心 大家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又是什么吸引他们钱去购物 我们走访了一些民众 听听他们怎么说 有时是买一些洗头的水 老婆来这边买那个洗头扒 看什么便宜一点 有offer这样 Shopping center也有趣 只是说东西也是差不多 这边你都知道比较便宜一点 通常主要是买一些吃饭食物之类 然后也会逛逛一些文具上学的用品之类的 通常都是会买一些热肠用品 洗头水 衣服的话就真的会去商场 那种shopping mall 就这样 因为在商场的话你有冷气比较舒服 因为这个是没有风闪 所以满头大汗 我觉得不适合 商场有我需要买的东西我就选择买 不然就是在这里的小店买都行 价格吧 林里商店有时候价格可能会比较低 然后货品也比较多样化 林里商店有时候会有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其实林里中心曾经是居民购物的好去处 但是现在可能时代的发展 大多都变成只是购买一些日用品 其实林里中心还有其他的商店呢 如今也逐渐的流失顾客 究竟要如何吸引顾客回流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首先欢迎的是林里企业中心的主席 郭亭水先生 你们好 你好 郭主席好 林二妹请来了洪茂桥区商联会会长 林建方会长您好 你好 郭主席我知道成立了这个林里企业中心 请问他成立的目的还有他的功能是什么 基本上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就大量建设 建造了许多组屋 那么目前新加坡85%的人民是住在组屋区里面 在这30多个市区里面 市镇里面 每一个市镇都有一个市中心 跟周围散播做大概6个到8个林里中心 那每一个林里中心大概有一两百间店 又配了一个巴萨 一个小贩中心还有诊疗所这些等等 那这些就是唯一当地的居民提供服务 在88年左右新加坡商联总会 就不断地向政府提出要求 居者有其物 商者有其店 犯者有其摊 那我们提这个概念就是说 让这些商家能够拥有自己的产业 能够好好的发展他的生意 这个要求终于在92年开始 政府就接受了 从92年到97年 1992到1997 政府总共通过建议发展计 售卖了大概8000多间店 给这些商家 当时我们的这个店大概有1万多间 那么当商家买了这些店以后呢 就一直不断地在扩展 生意做大 向外发展 甚至现在已经成为名牌 而且甚至很多是成为上市公司 或者到外国去扩展生意 这段时间我们称它是 主流零售业的黄金时段 那在同一个时候呢 这些每一区都有商联会 他们就开始 集合大家的力量 来进行翻新 就是把那个很一模一样的 这个商店群呢 把它打造有自己特色的 这个邻里中心 那但是到了2005 2006过后呢 整个市场变化太快了 那网购出来了 周围很多新的购物商场也出现了 那么地铁一通 加那个巴士转换站一接向去 然后很多年轻人被他们结婚了 就搬到新的组屋区去 所以逐渐那个组屋就在老化了 经营者也已经经过几十年的那个奋斗呢 年纪也大了 所以你有一些地方 你看到好像又老 又货色不齐钱 或者是没有那个活力 那问题就逐渐的产生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商店总会呢 在五年前又向政府提出意见 说好不好我们来重新打造 就好像现在我们很多组屋都要重新翻新的 即使是公益也必须要翻新 所以终于在今年呢 政府通过企业发展区 就帮忙我们商店总会成立了这个企业 邻里企业发展中心 就是要来解决这些问题 来统筹 来规划这样一个翻新 是 刚才郭主席就讲到说 那个网购在这个近年来就非常的盛行 其实想要了解它的冲击 对于红帽桥这个邻里商店 这个邻里中心 其实它实际的影响是什么 是为了会影响的 早期我们红帽桥中心 卖的东西比较取钱 这样这个网购上来 这样网购买东西也比较方便 这样邻里中心卖了 那些杂货这些 现在就陆陆碎碎会比较少一点 这样我们中心也比较老化了 40多年了 原本两年前 我们是要翻新 把整个邻里中心翻新 后来呢 就我们的商家就有点担心说 如果翻新起来 要遮盖会影响到审理 所以我们就三年会再另外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把翠里的画画 引进来我们的红帽桥中心 把整个中心重新再改革一下 改变一下 打扮更漂亮 看能不能吸引更多旅客 跟新加坡的旅客 来我们的中心走走一下 希望能绑到我们的商家 说到这个生意难做 之前我们也走访两位 在红帽桥做生意的商家 我们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情况 我们是去年11月23号 这样子正式营业 到今年应该有七个月吧 我在宁里开设这个店 是因为 因为我感觉宁里的商店 更能信号 应该讲 更能信号 而且更有亲和力 好像一个家庭一样 所以我喜欢这样的氛围 分开的时候 生意肯定是不太好 然后后面我们就采取了一些 线上线的一些方法了 然后改善了 然后也调整了一些 售卖的产品 然后慢慢营业了一下 每个月都有晚上 二三十发现的增长 我们开业29年了 从第九九零年三月到现在 我们留住老顾客这一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很加强在服务方面 我们顾客可以说 祖孙三代了现在 然后我们尽量做到的 就是说一个人化 所以很多时候顾客进来的时候 不止我们记得他名字 他也记得我们是谁 连理商业中心都很多现在 然后大家的消费都趋向 去到shopping center里面 甚至online的 也抢走我们不少的顾客 之后呢 就是说我们都觉得 这几年下来生意都很难做 是 这个郭主席 其实我们提到一个概念 叫社区空间营造 好像火茂桥用了一些壁画 当然我相信 接下来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提升活力的活动 值得期待 刚才您先谈到 网购影响到商家 在五年前 十年前 这个是很严重 但是我本身 我也在中国做生意 我也有把货拿去给淘宝卖 这个时代已经又变了 现在比较能够设计的就是说 线上和线下一起做 那么这个出境中心主要就是说 我们当时决定要做的时候 就选了两个最活跃的地方 就是红帽桥中心跟Blox中心 因为这个地方呢 第一 它们的商联会的这些领导 很有活力 很有冲进 第二呢 它们跟当地的基层的 那个组织 包括议员等等 关系很好 市政理事会也好 HTV也好 所以有这些条件 我们就选这两个地方做一个试验计划 要做什么呢 第一 打造自己的特色的领导中心 像我们画面上就看到了 我们画面上那里就有壁画 是吗 对了 对了 那你想看新加坡的组屋区 其实早期是一模一样的 你去到那里就觉得事真相似 那么它是这样的 其实从做生意的角度不好 应该每一个地方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要做 帮忙它们打造自己的特色 第二呢 就是帮忙它们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 你想看 如果大部分的购物中心 没有管理委员会 没有专门的人搞促销 那个地方也没有人会去的 不过林会长 在这个整个实施这样的计划过程当中 商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还不错的 因为这近年来我们把这个商家 全部也全部融合在一起 每个都蛮合作 也蛮积极 而且我们也现在帮忙我们商家 来上这个数码 电科技的东西 因为我们也跟商家说 我们数码一定要学 数码就是可以帮我们中小型企业 可以控制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订货这一块 这个数字来告诉我们什么货好卖 什么货不好卖 所以可以省了很多时间 对呀 我们就是因为像林先生刚才所说的 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做 就是把这些一百多间店 包括小贩 包括巴萨 全部粘在一起 成立的一个 某一条中心商网 电子网 把它们全部连接在一起 做线上线下的生意 那么提供各种特别的一些服务 那么接下去我们将会跟这些传播媒介 可能包括跟柜公司 柜台合作 来把这些特色怎么报道出来 带动起来 相信接下来经过一轮的改造 我们邻里中心应该会幻发新的气息 是的 谢谢两位 上一代邻里中心致力于改善经商环境 保留活力的同时 我们社会也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那么为了减轻国人的医疗负担 政府将从11月起 全面扩大社保援助CHAS计划 我没有听过 什么来的 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不同颜色的CHAS卡的用途吗 新增的津贴有哪些 新的绿卡 谁可以申请 帮我过后 一起来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